看到這個漂亮女生 我們剛才想說 我們什麼時候有一個這樣直播的美女 她是今年有日本的一個採訪團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穿風衣 她在嘗試著扛叫的 這位是來自日本的記者 畫面上有拍到那一間那個太子宮 你剛剛講的那個 那間還沒黏著 所以你看畫面在那邊 所以她離那個太子宮已經很近了 老師這樣從那個媽祖啟程之後 要進香來到這個北港的過程當中 這一段 那個每天其實在那個拱天宮的那個臉書上 都有Poseways的行程 好我們看到說這個是日本的記者 看到這個漂亮女生 我們剛才想說 我們什麼時候有一個這樣直播的美女 她是今年有日本的一個採訪團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穿風衣 她在嘗試著扛叫的 這位是來自日本的記者 是 所以其實一般人沒有扛過這種叫 你看她扛上去的話 她的力氣當然就看得很暗 所以她整個人是處於比較緊張 因為每個人第一次扛到媽祖啟球 會比較緊張 會比較緊張 會比較比較緊張 所以你看她的肩膀是這樣 你看她的球班 你看她的關係 她們就晃著就好輕鬆的 就是媽祖的那個腳步在走 是 她這個回去她的肩膀可能瘀青 因為她太緊繃了 是 大家因為這條路可能比較筆直比較寬闊 然後剛好在這段路 我剛剛也除了剛剛看到像 志祺剛有看到那個那個消防人員的 然後現在有一個那個日記的記者 所以這段時間呢 叫班可能會讓一些這個 體驗一下 對對對 就比較有這個機會體驗 這個險見就是目前在行程上 對那個大家的想像來說 應該還有點充裕到 可以讓他們 讓別人上前來親近 用這樣的方式 對啊有時候即行軍就沒有辦法這個機會了 對 老師扛叫身高要很夠高嗎 其實我們一般不管是 像我這麼不夠高這樣去那個 對啊像我們現在150這樣可以嗎 我拿150 好150 好 150人扛叫我比較辛苦 因為我們不管是 不可以賣一種狗 還是一般的 我們像說北角賣一種狗 我們都還是喜歡 喜歡說挑身高比較偏遠的 差不多的 因為你重量不去給高人拍 你讓這個日本記者這樣子軟狗 真的很辛苦他耶 對 所以後面馬上教班要來幫忙 他後面教班幫他很多啊 對要幫他忙 對 他們其實給了他一個就是 相對於那個 其他教班大哥來講 沒有那麼到失利的位置對不對 對 對啊 他如果在那個 哇你看他的表情很嚴肅耶 可能很緊張啊 很緊張 對很緊張 但是他應該這個回去之後也可以變成 未來放在日本的 休丁卡 對啊 也希望他可以 他可能明年要回來哦 他也可以那個盡量的 用他的那個 語言去書寫一下他的經驗吧 那個跟白沙索媽祖的他這一段那個 特別的境遇那個 讓 日本在地的人知道哦 至少他是一個 日本那個 朋友來這邊體驗的 好